大卫老师 我希望跟曹妍换一个位置 让曹妍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给选手一个公平选择的机会 哇 这么多年 潮汐哥 我今天觉得你好伟大 素揽几句好用 一下子把对她的印象分 从零拉到了三分 现在我要来征求您的意见 您是否愿意和潮汐先生更换位置呢 可以 可以吗 来 感谢潮汐 来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目睹 第一次发生的有趣变化 那就是我们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的两位企业家 要互换位置 这个很好啊 谢谢潮总 代表保利豪VIP感谢你 来吧 你来了 这个舞台更属于你 欢迎曹妍 有请曹妍入座我们的企业佳席 代表保利豪的VIP会员深度感谢您 立刻马上 对 调整状态 对 回到我的十年的经验上 我其实要问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未来你是不是一定回到行内 然后我看你是犹豫的在这儿要问你再次问你你真的要考虑在行业内吗 未来的话可能会考虑 去掉可能啊未来啊等等的词 需要坚定一点 对 他如果现在比如说他需要有现金的输入 然后呢他又想得到保利豪的这个机会 他其实就是应该说 肯定 对啊 不是说我可能 对啊 而且是未来可能你就基本上就没机会了嘛 你要让雇主觉得我有热情 我还有动力吗 不是不是邱宇我帮一帮你吧 倒一倒 你刚才说了是因为暂时需要有现金的收入 对 所以我可以转行 但其实我的心和我的魂都在健身行业是不是 对 没错 所以现在呢在健身行业有一个且在天津本来就有保利豪 对 然后在这个行业领军品牌坐在这里国际化的健身房的老板 未来说实话你的表现很好 有可能他带着你去做到更多的管理运营港 这一次的机会和你以往在做任何健身领域的机会是不同的 所以当下不要再回答说我现在还要选择别的行业 现在有一个兑现你天赋你做了十年又可以有一个贵人 多难得啊 因为现在我对这个行业的迷茫只是在这几年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就是趋于平稳 就感觉到已经到枯燥了 明白 所以说呢可能想跳出这个行业 但是又就感觉离开这行业之后又不知道自己又不知道干什么 对 而且还我还特别喜欢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既能让我自己锻炼 而且能够教会别人 而且还有一个不错的收入 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行业我时间也比较长了 所以也是比较忠心的去热爱这个行业 我觉得秋雨啊你表述的不是特别好 你的想法是我很热爱这个行业 但是我不知道我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在哪里 我怎么往上走 所以呢你怎么往上走 你要请教这些姐姐告诉你 你还从这个行业 你下一步该干什么 在一起下一步该干什么 他其实有他的优势的 因为没有优势的人 你不可能自愈的做到说 我就能练出来这些肌肉出来 他有运动员的骨子里的一些坚持和韧性的 但是他确实因为他的演技的局限是说 我看见我的这个健身行业不行了 我可能挣不到那么多钱了 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意义了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跳开出来 你去看看我去做数字教育是不是行 那我在数字教育 我也可能不是一下就跳过去 那我先到一个地方 我转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你再去 你就可以转其他的去了 他现在的眼睛看不到 所以他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表现 所以他需要有人带 还是需要的 我跟你分享我的经历吧 就这么说 我来到非你莫属之前 我是做广播节目 我一直觉得 我把我的节目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 我把我一切能做的都做到很好了 我那个时候自认为 现在回过头来讲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舒适区里 直到2020年 我加入到非你莫属节目之后 我觉得有一股强大而无形的力 推我走出了舒适区 现在我发现 我每一天 每一次录节目 我都在学习 我对非你莫属舞台上的 每一分每一秒 我充满了敬畏 你以前厌倦是因为你自认为 在曾经的领域当中 你都明白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回到健身领域当中 你去到保力豪 你才会明白 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学习 你才能够真正地成长 我们需要跟我们一起努力 不断地突破自我 我们需要不断突破自我的个体 我们永远在路上 如果你愿意 请加入 如果不愿意 我无法改变你的动机 接下来企业家们会做何选择 结果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从第二现场来到这里的曹妍 为你留下了最后一盏灯 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好 我给你的岗位是在天津的教练岗 基础薪资是四千加 提问 一个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对保力豪非常了解 没有问题 好 考虑一下选择保力豪 或者谢谢再见 时间到 来 李秋雨告诉我们 大声说出你的选择 那个保力豪 祝贺曹妍 祝贺李秋雨 祝贺曹妍 怎么样 谢谢曹妍 谢谢曹妍 陈薇的VIP会员 接下来属于抄袭的 大牌老师我想跟邱宇说一下最后 最后两句话行吗 我陪着你 你站住了 对对 因为我觉得全程真的我是 一步步的 跟你一起我觉得完成了这次求职之旅 你最后的选择让我觉得特别欣慰 本来我会想四千保底 有可能你会拒绝 但你的选择让我看到 你坚守了自己的擅长且热爱 我觉得你特别棒 为你点赞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对她的喜爱 我相信我们现场所有人和观众朋友 都感谢到了 也感谢陈薇对于李秋雨的支持 加油 再见 好 谢谢 我要感谢一下老板 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还毕竟是热爱这个行业 所以我要想继续努力 然后完成我自己喜欢的这条道路